謝謝主席,大家午安喔,那我們請部長 部長 請部長 部長 部長,我剛剛齁,在 擔任主席的時候,不知道是因為我聽得不太清楚喔 我是不是可以請你再回溯告訴我一下喔 剛剛呂委員在問你喔 有點後悔啦齁,有點後悔啦齁,接了部長這一職啦 那你說呢,如果有一天啦齁,當你認為他不值得了 你就不做了,你可不可以再解釋一下,還是說你要不要再說一次啊 這是什麼意思 這剛剛你講過的,可能我在當年聽不太清楚啦 第一個,有沒有後悔,你說有一點後悔 第二點,你說呢,你會認真做努力做,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認為他不值得了 我不知道你的這個不值得了,是怎麼意思 剛剛委員問的是,午夜夢回的時候有沒有後悔 所以你,你現在是在跟我講說是在睡覺的時候做夢的時候有後悔 何委員,我就是回答,您剛剛說我剛剛說的話我就再說一次 所以剛剛是說午夜夢回的時候,你有沒有後悔說來做這件事情 我說當然有,每天有 每天都有做夢的時候 那,但是我對於這件事情,當然是我是怎麼樣的一個看法 我就說,我就是認真在這位上做到我竭盡所能的去做 那你說你認為他不值得了 如果有那一天我認為不值得的話,那政務官等來就是啊 那政務官是上對下的任命啦 那也當然是總統去問你啦,行政院院長去問你,你答應了來做啦 那如果有一天你覺得他不值得了 我真的第一次聽到有人這麼說 原來當一個文化部長是這麼不值得 如果當有一天不值得了,你說二話不說不做就是不做 意思我可以這樣解讀嗎?我真的第一次聽到 所以呢,我真的想要再認真確定一下 剛剛我是不是聽錯了,我才會再問一次 因為我們第一次聽到部長好大的口氣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為什麼是很大的口氣 一個不值得這樣子的一句話呢 你是要講給馬英九總統聽 講給江儀化院長聽 還是講給你文化部裡面所有的人聽 我不知道你是在包還是在扁 我不知道何委員,您的問題是什麼 還是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會講出這麼一句話 如果說我今天 我覺得這整個真的是羞辱了我們 何委員,我不知道這跟羞辱有什麼關係 馬英九總統跟江儀化院 何委員,我不知道這跟羞辱有什麼關係 如果我今天早上中風了 那絕對是告訴我說這是不值得的事情了 原來現在你扯到說原來如果有一天你中風了 身體不好的時候叫做不值得了啦 有各種可能性 有各種可能性 人生充滿了各種可能性 是啦,人生充滿了各種可能性 所以你午夜夢迴之際啊,會有點後悔來接文化部長這一職啦 好,那是你的選擇啦 那也是你做文學家,文學巨破 你非常會懂得什麼去 繳文絕字來說你剛剛的這一番話 沒關係 那我請教一下 當我們在週年期 週年的時候大家在檢討文化部做的什麼 你剛剛也講了 你上任好幾個月都一直在做盤點的工作 那你剛剛也承認你在打地雞 打地雞是很重要的很紮實的一項工作 好,我們給你肯定啦 姑且不論有沒有值不值得的問題 那我的印象中啊,雖然我不是做見證的啦 打地雞啊 那個 那個雞孩啊 如果有人拿不動的時候 第一個 那個地雞就會有問題 第二個 不懂人生充的人 人生充有婚你知道嗎 不懂 有婚幾磅幾磅幾磅 如果偷工減料 因為不懂 不懂得怎麼樣去檢查的話 看不懂 人生充是幾磅的時候 那個地雞被偷工減料 那整個建築物就垮掉了 那我們都知道 打地雞要找來行的 要找可以做的 要找有專長有專家的 那 這幾天 媒體報導都在講啊 那我們文化部裡面啊 你在打這個地雞的這一年裡面啊 你到底有沒有找來行和專家的 如果沒有找來行和專家的齁 那地雞是空不好的耶 部長 你認為你找的是專家嗎 是內行的嗎 委員 我們的同仁是來自四個部會 新聞局 研考會 文件會 以及教育部 是啦 所以您需要我來評點 我的公務員 他有沒有這個專業是不是 這是大家對你的疑問啊 我覺得用人是你的職權 我們當然尊重啊 但是你要看啊 馬英九總統用人不當的時候 他所造就的是 什麼樣台灣的國格被踐踏啊 他用了一個外交部部長 屈公卑西 他用了一個外交部長 搞不清楚狀況 上全入國 那造就就是13% 15% 18%的總統 用人不當嘛 那我今天 我尊重你是文化部的部長 你當然你有用人的一個 權利啦 那我們現在 對你有質疑的是 那你用人 對不對啊 能不能換的好啊 你這個地基空的好嗎 文化部這一棟建築物會不會倒啊 這個是大家對你的質疑 那你部長你是一個政務官 你要為你的政策為你的用人 擔當 那你就是要解答嘛 你就是要說明嘛 你不能回答我一句話說 這是你用人的職責 所以我們不能過問 我們沒有過問啊 我們只是請你解釋啊 何委員請教您 要我解釋的是什麼 好 那我解釋嘛齁 那針對媒體這幾天都說你用人不當嘛 該去管出版品的 結果呢找來一個不懂的 搞新聞的來管出版品嘛 那該是研考會的 剛剛我想要委員質疑過嘛齁 他本來是在搞出版品的 但是你現在把他用來藝術什麼發展師啦 那我當然不知道他懂不懂 我也不能說他不懂嘛齁 但是我只是請教一下 部長 那你在這一份報告裡面寫著洋洋傻傻啦齁 那我們是不是就來就教一下齁 當大家質疑的 原來該是研考會館出版品的 現在來藝術發展師的陳月宜 陳師長 是你用的他嘛 師長我們可不可以請 你要我解釋嗎 對 好吧 你先解釋我等一下再請他上來 第一何委員 我不認為您應該要問我 為什麼用哪一個首長 哪一個主管 我沒有問你 為什麼 那是你的職責 我的職權 我現在要問的是 當大家對你用人不當 有所質疑的時候 你要說明清楚啊 我現在可以跟您說明 有沒有質疑你用人的權責啊 對 那所以我不認為您應該把師長叫上來 要問他說你為什麼被用在藝術發展 我不是要問他 不是要問他 為什麼要被用在這個職務 我要問他說 那他對他的職務不了解吧 可以嗎 可以的 對啊 那請他上來啊 那你認為你用人用的很正確嗎 那這本這本口頭報告應該也是 我還沒有回答 我還沒有 對不起委員 我還沒有回答您說用人用的正不正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如果您問我說用人用不正確的話 我就認為說 我不應該要跟您解釋 因為這是行政首長的行政人事權 部長 然後另外一件事 委員不知道院邊可不可以讓我解釋 你譬如說新加坡政府 他的首長是連來有的 我一開始我就跟你講我尊重你用人的職權 我從來沒有指揮過 但是我現在只是請教你 當各界在文化部成立週年的時間點上 大家對你的用人 是不是能夠空地基空好 是不是可以把文化部的事不做好 你真為部長你本來就該回答啊 我認為是的 我用人非常的正當 我有質疑你用人的職權嗎 我從一開始 我剛剛一開始就說 我從來沒有認為質疑你 為什麼 對啊 你是行政所長 你要用誰 你要用你的親戚也是你家的事情啊 你媒體批評你說盡情繁殖 那也是你的事情啊 媒體批評你說你用的主命都是為了你的親信 這讓他退休之後可以領更多的錢 那也是你的職責啊 我也沒有質疑過你啊 但是這些都是你必須背負的批評啊 負面的評價啊 那我現在只告訴你好 你請執長嘛 陳月穎 那這個口頭報告裡面我相信也是他整理出來給你的啊 是我們的易發司的同仁整理的 經過討論 那請問一下表演藝術產業是不是他的業務權責 是的 還有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好吧 你非常非常引以為傲的是藝術銀行啊 那我相信陳月穎應該非常知道什麼叫藝術銀行啊 那表演藝術呢 既然你說你用人用得很好 你也非常認同他可以做得好 我可不可以再花個幾秒鐘 我只要問一下陳月穎陳師長表演藝術產業的事情就好了 請 委員好 市長 你知不知道你在這裡面的編的有一些常態性的是 每年往年在補助給表演藝術團體的對不對 那其中有一項呢 是我們部長最引以為傲的 品牌團隊的 但是 市長你可不可以簡單啊 我沒有時間了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下齁 在這個資源分配上啊 常態性的 每年都會編列的補助的 我看了一下給縣市的 給表演團隊的 我平均了一下 幾乎都只有數百萬幾十萬 但是呢 給部長以你為傲的品牌團隊呢 五團一團就兩千萬了齁 那這個資源分配你可不可以簡單的講一下 你闡述一下部長的理念好不好 好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歷年有分補助縣市跟補助團隊 那麼補助團隊有三級的那個獎助的補助 他是兩億元 所以他絕對是比品牌一億多 那過去品牌呢 是在三級 那請問一下你的兩億元我在這怎麼看不出來 就是分級 分級獎助的計畫裡面 分級的獎助計畫你自己哪裡選了兩億元 就是八團 一七千九百四十億元 那一團是一百多萬 是的 那一團一百多其實相較於過去 過去的 是啦 這你什麼 你給我部長來口頭報告的 你剛剛說兩億元 兩億元 這裡面是98團一億七千九百四十萬 真正執行是一億七千九百四十萬 是嗎 那你連數字你就要講正確啊 那我看了一下你基層的給補助的各個縣市的人才培育跟表演團體 沒團沒縣市 如果以縣市來講的話就三百六十萬 如果以其他的還有什麼地方接觸團隊一個縣市六十萬而已 我們除了團隊其實還有展現空間的人才的培育 我們除了團隊其實還有展現空間的人才的培育 我自己跟眼光 子儀的眼光很多啦 那我們希望你拿出你的專業讓大家幸福 你不要讓部長蒙羞啊 不要讓大家都子儀他用的不大 部長我希望下次有機會我們再來討論一下你的資源的一個分配的問題啊 謝謝指教